在国会山,另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在参议院讲话中说 川普贬低媒体的语言与独裁者的辞令如出一辙 我们在过去一年不仅目睹了一位美国总统借用独裁者的语言来指代自由的媒体 而且他现在似乎反过来用自己的语言启发了独裁者和威权主义者 这应该受到谴责 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像阿萨德所说的是一个假新闻的时代 而是一个极权主义冒头 企图挑战世界各地自由人民与自由社会的时代 弗雷克说 川普攻击的看来不只是媒体还有真相本身 围攻真理的目的是什么 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之音2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演讲 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我们不担心美国人民知道不愉快的事实 外来的想法 异类的哲学 以及竞争的价值观 如果一个国家不敢让自己的人民在公开的市场判断真理和谬误 那么这个国家是在害怕自己的人民 中文字幕提供